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 巴西来年纪老迈 已经八十岁了 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 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 他原是大富户 王对巴西来说 你与我同去 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 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 是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 仆人现在八十岁了 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 便别美恶吗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 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 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 求你转我回去 好死在我本城 葬在我父母的墓旁 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 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 可以随意带他 金汉可以与我同去 我必照你的心愿带他 你向我求什么 我都必为你成就 于是 众民过约旦河 王也过去 王与巴西来亲嘴 为他祝福 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 上一集我们谈到 大卫准备要渡过约旦河 要回到河西的耶路撒冷 而这个时候呢 士美还有这个米飞泼舍 他们都争先来迎接大卫 大卫为了想要让政局稳定 就决定不再去追究 他就计较之前 士美对他的侮辱跟咒骂 也不去计较为什么米飞泼舍 也就是扫罗的孙子 为什么没有跟他一起逃跑的 真正原因 他只想说赶快让国家重新上正轨 因为之前的内战 让国力消耗许多 那我们就看见在河东 这边就有激烈人 他们是在河东的北边 然后这个叫巴西来这个人 他在大卫逃难的时候 给予大卫相当大的物质上和感情上的帮助 他提供了许多的生活的必用品 让大卫他们一无所缺 所以这时候这位老人家巴西来 就来送大卫最后一层 大卫很感激他 因为真的是患难见真情 不像士美或是米飞泼舍 在患难的时候让大卫很失望 那巴西来却说 我不需要去一路撒冷被你奉养 我已经很老了 我就在我的老家就可以了 但是大卫他就是一直希望 他能够对巴西来做一点什么 来感激他 34节巴西来继续说 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呢 使我与王一同上一路撒冷呢 仆人现在八十岁了 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 分辨美善吗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 他说我不会跟你去一路撒冷 成为你的累赘 你要用美好的食物 用悦耳的歌声 使我畅快 其实我已经老了 这些对我来讲都拍不上用场 36节他说 仆人只是要送王过约旦河 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 求你准我回去 我好死在我的本城 葬在我父母的坟墓旁边 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 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 可以随意带他 金汉有可能是巴西来的儿子 那就代替巴西来去 继续服侍大卫 38节王说 金汉可以与我同去 我必照你的心愿 来带他 你向我求什么 我都必为你成就 所以王就决定 不勉强巴西来 而带走了金汉 三十节 于是众民过约旦河 王也过去 王与巴西来亲嘴 为巴西来祝福 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 这边让我们看见 一幅令人温馨感动的图画 就是这个巴西来 他真的是出于真诚 来爱大卫 所以在大卫看见 这个世间的人情冷卵之后 有这个巴西来这样 真诚的人恩待他 我想对大卫是非常重要的 王过去到了吉甲 金汉也跟他过去 犹大众名和以色列名的一半 也都送王过去 以色列众人来见王 我们弟兄犹大人 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 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 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 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 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 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 按支派 我们与王有十分的勤奋 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 请王回来不嫌与我们商量呢 但犹大人的话 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四十节王过去 王过了越旦河之后 就来到了河西的吉甲 这时候更多的犹大支派的百姓 在那边迎接他 金汉也跟着他过去了 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 就是南边的犹大支派的众民 跟北方十个支派的以色列民 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 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 我们弟兄犹大人 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 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呢 北方十个支派他们就来见大卫 然后跟大卫抱怨 就对大卫说 我们的弟兄就是南方的犹大支派的人 为什么暗暗的抢先来送王和王的家眷 跟随王的人来过约旦河呢 北方支派认为 其实这一切的这个压杀龙的事情 是你们南方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内斗 而是要追杀老爸 那是从你们南方犹大支派自己所搞出来的 那现在压杀龙也死了 然后是我们北方的十一个支派 重新请大卫你回来 约旦河以西再一次的来当我们的国王 所以呢 既然是我们先邀请你过来的 那为什么你要过河 却不通知我们 反而是让你自己的犹大支派来迎接你 偷偷的来过河 他们觉得这样子太不被尊重了 42节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 因为大卫他就是犹大支派的人 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 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 王又赏赐了我们什么呢 那犹大支派人他也不甘示弱 他说 当然是我们来接他 对不对 当然是先通知我们来接他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骨肉 我们都是犹大支派的 那我们来这边 这个我们有拿到王什么好处吗 也没有啊 只是因为我们是骨肉嘛 你们这个北方十支派的有什么好生气的 43节以色列人 就是北方十支派的人就回答这些犹大支派的人说 暗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勤奋 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 不先与我们商量呢 北方十支派也不客气回答犹大支派的人 他说暗支派的数量 我们有十分 你们南方犹大支派只有一份 所以在数量上呢 我们本来就这个占多数 所以你们为什么就是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 再来呢 在大卫的身上 我们也比你们更有勤奋 不要忘记了 是谁把大卫赶出耶路撒冷 就是你们这些犹大支派的人啊 而是谁先邀请大卫回来的 是我们北方十个支派的人 所以我们在大卫的身上也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 不先与我们商量 那或许也是啊 这个北方十个支派啊 的可能有种心思啊 就想说啊 他们先主动邀请大卫回来 可以使大卫以后重新掌权之后啊 多以重一点北方十字派的意见啊 和他们的这个领袖的意见啊 北方十字派或许想说在战后的局势里面 能够在整个国内啊 能够有更多的影响力 因为之前可能是犹大支派占有绝对的影响力啊 那结果呢 再一次被犹大支派抢先 所以他们就很不高兴 但是呢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哇所以呢双方当场就在那边吵起来了 那这不是大卫所乐意看见的 大卫他希望就是说 这个都不要吵了 我们是不是重新让国家上轨道 但是南方的犹大支派跟北方的十字派各有算盘 他们才不在乎国家是不是合一 是不是重新从分乱里面重新合一 他们不在乎这个哦 他们各有各的盘算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看见大卫他愿意放下 他对世美还有米非泼舍 过去的事情不再计较 他只在乎国家可以重新合一上轨道 而这个时候反而是其他的支派跟友大支派 反而各自有他们的盘算 没有考虑合一 没有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 只在乎各自的利益 因此就再次的分裂 亲爱的主恳求你帮助我们 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 主能够放下小我 以大我为考量 可以放下个人的利益跟损失 而以众人的利益跟损失来考量 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器皿和胸襟在我们里面 这样才是一个仆人领袖应该有的胸襟 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装备现在改变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